空氣性愛大賽 這對情侶在做什麼 可不可以不要嬌喘? 大家好,歡迎收看二字大國際 今天會跟大家說我心裡覺得很古怪的 十大運動比賽 我們加盟變成了十五點 是啊 Joyce又在了 我又在了 出場輝 要說一說為什麼我會想拍這段影片 原因是因為有一天我和大木博士坐車 然後就聊起了 香港到底有沒有電單車旁邊有一個乘客座 可以等我將來開電單車的時候可以再乘客 之後聊完之後 整件事都在搞 因為很難拍車 Sai Ka還跟我說 原來Sai Ka這兩件事 是還有比賽的 那那個人坐在這裡是用來做什麼的 我們每個人都以為那個位置是給一些 不懂開車但又想賽車的人坐的 但他們是有事做的 他們很忙的 因為他沒有公眾的關係 轉左的時候 聖國人要搏向左 我以為他們是坐在裡面的 其實他們本身是坐在裡面的 你看這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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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我好像是橙草 這個就是他們唯一的用途 是 這個就是第十 這個就是第十 你是排名有分先後 我排名有分先後 當我和大木博士聊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很古怪 之後我就決定上網找一下有沒有其他古怪的東西 找完之後這個是第十古怪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順手和你也分享一下 跟你分享一下 那就順手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你將來考好牌你不要裝到你的車這樣 叫你坐 我就坐在那裡 他 之後要說那些 他的奇怪度是大很多的 但是他入場門檻就低很多 剛才那天就一定要懂得開車 打好那些不需要的 分分鐘你也可以過去報名玩的 第九位 就是這個 國際象棋拳擊比賽 這個Track Boxing 有一個荷蘭的藝術家 在2003年所創的 這項運動要求比賽選手交替進行4分鐘的國際象棋 和3分鐘的拳擊賽 即是你打4分鐘的象棋 對啦 你就要打3分鐘的拳擊賽 總共就會鬥11個回合 若然11個回合之後 就會有評判來判定哪一個贏 在途中 若然你把死了對方 又或者打倒了對方 都是贏的 無論你做到哪一個 你想想其實很變態的 你打得很刺激的時候 你就差不多是上位 下棋了 這件事是厲害到有這個世界國際象棋拳擊組織的 World Chess Boxing Organization 簡稱WCBO 最有趣的就是 我上網找到 他們全部都是那些大隻佬在下棋 那有沒有那些象棋的身形 他應該想4分鐘後被人打到 對 對 因為你大隻可以有腦的 但是你有腦不一定是大隻的 若然你走上去打 可能第一波是象棋的 4分鐘後被人打到一拳 你不讓我第一波象棋就贏了 我都可以拖棋的 你不讓我拖成贏的 接著到數第八位 咬手瓜你聽得多了 咬腳趾你有沒有聽過 在英國這個比賽 就已經延續了十幾年了 在1976年 喬治吉伯斯想發明一種 由英國人絕對統治的運動 為什麼 我都不知道 在1997年 他們更加向奧運會 入主申請 可惜 可惜是毫無懸念 被人reject了 那些人都覺得很臭 哈哈 在開始之前 雙方要脫掉鞋子 然後在專用的箭 雙方的大腳 就緊緊地扣在一起 在裁判發出開始的指令之後 誰會把對方的腳 可以 不是咬的 其實你整隻 把它帶到左邊 或者右邊的板 就可以了 它是分三盤兩性的 先右腳 再左腳 如果你們打和 再咬一次右腳 很公平 知不知道我這裡找到一個很棒的句子 寫什麼 在他們的腳掌 經過醫生檢查 確定會有霉菌 或者是傷口感染之後 一場激烈的 咬腳趾賽事 就開始了 整件事 我覺得最令人難過的 就是評判 你看他的手 他不斷碰他的腳趾 評判 擦一擦自己的鼻子 知不知道他這個腦 在想什麼 如果我這一刻 不是一文子的手指 我應該這個星期 都不用再問 這個運動比賽 是我們最有可能玩到的比賽 我們要不要玩一次 現在 好吧 但我們要先拿醫生子 對 你去做衛衣 一人間跟你一隻抽一場 另一隻不比賽的腳 要圓胸 這對情侶在做什麼 喂 喂 掉出來 耶 耶 二 三 喂 喂 神經病 耶 耶 二 三 可不可以不要嬌喘嗎 好高喔 耶 哇 以前是玩賓酒 現在是玩假賓酒 現在是玩真腳 你去這邊 OK OK 1 2 3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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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三瓜不會夠牠咬 哈哈哈 耶 現在是你的頻道 走樣 好啊 走著你的頻道咬腳瓜 哈哈哈 然後第七位 就是你背老婆 有沒有聽過背老婆 這個理由 那或者我不應該說 那我聽過而已 不代表大家聽過 對 我也說的 這次主要是和你分享 純手和大家分享 哈哈 信到我了嗎 芬蘭的背老婆競技 就源於這個當地古代搶婚的集合作 南方往往都要去到隔壁村搶個女生 背回家才可以贏到搶婚 但那個女生是已經... 其實我不知道 沒有答應 無緣無故 媽媽在家正在做事 被人拿走了 結婚 結婚 但到了現代就已經變成了一個玩的賽事 雜族 但是很國際性的 因為是有世界賽的 現在現代來說 參加者的一男一女 就不用一定是結婚了 總之一男一女報名就可以了 唯獨是女生一定要過1808磅 那就是其實我報不了 我報不到呢? 你是不過1808磅 你可以報的 什麼誰 留言 大家給我1808磅 不知道 立即沒有人留言 那冠軍就可以得到 跟他老婆同等體重的啤酒 就是1808磅的啤酒 至少都可以有 還有她那個女伴的5倍獎金 就是她女伴體重 就是1808磅 就5倍乘5 這樣 的獎金 非常有趣 我要馬上去增磅 5倍 糟了我很貪錢 歡迎 歡迎 上了影片 我不是這樣的人 你還可以進入這個 紛爛的世界錶標賽 尤其是現在愛沙尼亞選手 更加開創了一套 獨特的愛沙尼亞式 背老婆方法 在這裡寫 在比賽中 是頗具戰鬥力的 但女的用雙腳夾著男的頸 然後倒轉 趴在男的背部 然後兩隻手臂夾著男的架體 我們這裡是有示意圖的 我拿了幾秒 誰才是身體部分 我在圍機裡找 你們會練習 好像不知道什麼生物 哈哈 這個抱老婆 對,不要在老婆裡幹什麼 大陸位 就是這個世界空氣吉他錶標賽 有沒有聽過 參賽者的樂器 一定要是不可見的 就是要學空氣 評審團在做出決定的時候 考慮參加者以下的表現 就是原創性 音樂感 舞台感 精準度 技術度 藝術感 和通透性 我其實挺想玩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看到一些勁人之後 我開始放棄了 搞錯啊 不是啊 當然勁得你不相信 和我想你喜歡完全不同 根本就沒得鬥 但是如果大家想去玩一下 就沒什麼問題 然後第五位 就是和這個空氣吉他大賽 甚至相近的 我甚至在想 是不是從這個引伸出來 就是這個 空氣性愛大賽 一年一度的空氣性愛錶標賽 在美國舉行 據介紹 從2009年開始舉行該賽事 就已經蜂魔美國本土了 就是美國人搞出來的 參賽者要假裝自己在搞事情 無疑出各種搞事情 還要假裝有高潮 然後比賽規定 參賽者不可以用這個道具輔助 比賽的時候 只是播放一道背景音樂 他們要在觀眾的面前 模擬整個過程 例如 對啊,有人在看著 幹嘛? 就是跟你Air吉他一樣 不過 社會人士就痛批這個運動 為什麼? 這個比賽是完全沒有益 一定有道德能 不知道怎麼到 我純粹是覺得一群人很認真 在這裡做一些白癡的事情 其實是真的會開心的 台灣在最近 都已經引入了這個比賽 台灣版的了 大家想去的 可以去我 2017年他們就請了杜汶澤 來做客席評判的 我想到杜汶澤的樣子 給你一點畫面 你也要不要 為什麼要男人呢? 為什麼要女人呢? 為什麼要女人呢? 不是那些英俊嗎? 好帥啊 這個比較好 一直都不太看得到他 我覺得這個很好笑 他的背景音樂是不是自己解? 就是抽的 是自己解的 他不開心啊 哈哈哈哈哈哈 失敗了 失敗了 hello鏡頭轉過來 這邊就代表我又再說太多了 剪不切 那就唯有下一集再繼續說 剩下的五位吧 如果你們有什麼運動 你們知道都覺得很奇怪 歡迎留言告訴我 如果有些運動你想玩 或者叫朋友玩 記得分享我的影片給他們看 凡是你現在才會出片 記得訂閱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請給予大家 點燈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